早前苹果承认了iPhone的电池老化 它们会刻意拖慢了一部机的运作 希望可以电池耐用 不过这件事用家不太欢喜 苹果为了补救就推出了一个比较便宜的电池换电计划 如果你手持着一部iPhone 6、6s或者iPhone 7系列的手机 而又想换电的话 你就可以用它们的方法去登记 之后就去它们的店铺换电 不知怎样做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首先你可以下载这个Apple支援的手机应用程式 开启这个程式 用你的Apple ID登入 之后程式就会显示这个Apple ID所联系的装置 和其他的服务项目 找回你要换电的装置按进去 再按电池、电源和充电 之后按电池更换 亲自送收 再选择你在哪里出机 它就会出现相应的服务中心 和最快的服务时间 选择你的服务中心 按进去再选择时间 预约就完成了 有换过电池的朋友和我们说 整个过程只要放下部机两个小时左右 提提你了 今次的电池更换优惠 原本只是会帮电池效能低过 80%的用户更换手机电池 不过最近有消息传出 Apple方面已经放宽有关的要求 会为所有合资格的手机提供今次的优惠 不过 如果你的手机之前 已经在其他地方换过非原厂的电池 今次的优惠就没你份了 近年WhatsApp已经逐渐取代了 SMS 甚至语音通话 成为了我们香港人的重要通讯方法之一 WhatsApp 的好处 是可以看对话记录 这些对话记录 不多不少都放在我们的珍贵回忆 甚至在工作上的重要数据 讲到有重要数据 大家其实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备份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自己 我有做备份的 但其实你是否真的有帮WhatsApp做备份 而你做的备份又是否最新的版本呢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看 如果你正在使用iOS平台的手机 你可以开启WhatsApp 程式下方的设定 之后选对话 再选对话备份 进入去 你就看到你的WhatsApp 有没有备份 以及是什么时候做的备份 画面这个例子就是刚刚才做完备份 咦 没问题 不过看看我另外一部手机 好像全部没做过备份 不可以 要马上行动 要在iOS平台的手机做备份 首先要去手机的设定 接着按我们上面 iOS平台的 帐户名 再按iCloud 开了iCloud drive 留意WhatsApp 旁边一定要开启 不然就用不到这个备份功能 之后回到WhatsApp 在刚才的画面按立即备份 就可以立即人手去做备份 做完之后 你可以按你的需要 在下面自动备份 选回你想WhatsApp 自动备份的时间 之后再选要不要备份影片 就大功告成 好 轮到Android手机 首先看一下你有没有 backup 的习惯 打开WhatsApp 按右上角三个 值点的选项 再按设定 对话 对话备份 你就会见到 你的backup 有没有做得好 好啦 如果你真的没做的话 很简单 只要你选 下面的Google 云端硬碟设定 再选择要多久做一次backup 然后再选择几个简单的选项 你Android手机上的backup 就会启动 不过我提提你 无论你用哪款平台的手机 都建议你定时去查备份的情况 免得手机有问题的时候 连你的重要资料都没有 还有 就是要确保你的iCloud 或者Google Drive 够位 WhatsApp Backup 才可以正常运作 下方兹 大家明镜需要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